講演繹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看著你的時候總會有一絲錯覺 明明是想討厭 却不那么讨厌 差一点我就相信 这是恋爱的情节 如果我有一丝的贪恋 我怕我会沦陷 故意对你坦白 我不爱你 故意逃避你看我的眼睛 我怕靠近你却靠得太近 我快骗不过自己 故意压抑隐藏我的情绪 故意让自己和你保持距离 我怕你看出看出我故意 就是代表我的心 一拳被你占据 κα英 ç 你们拍 ہیں谢谢 akan 哈哈哈 scratch flush 蜜云 静 静 哎 老公 你看看他是不是 新闻上报导的这个人 黄胜集团创神的女儿 叫林维玲 报导说啊 现在的董事长胡欣 提供了新的遗嘱 林维玲一分钱都继承不了 对呀 我猜这报导应该说的是真的吧 要不然他怎么会 跟我们一起做经济舱呢 胡千语是你什么人啊 你还叫他哥 你怎么可以去引诱他呢 你给我走 不要再回来 新衣 我知道在你心里 我是你的敌人 你可以不相信我乔丽说过的话 但是你无法否认 各家媒体报道的 有关夺产杀人的真实性 是胡欣害死了你的父亲 林维玲 打占了恒胜集团 不可能 你说谎 他是这个世界上 对我最亲的人 这像我的妈妈一样 你自己坚持了 我们的飞机由于受汽流影响 将会有电波 请您用地留在轮位队 幸好安全 进波期间 请您不要在飞舱中随意走路 或者是站立 请您不要在飞舱中随意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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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站立 请您不要在飞舱中随意走路 好 各位请放心 气流已经过去了 请放心 小姐 怎么了 赶紧的 快点 不好意思 我的钱包怎么不见了 别打开呀 快点 不用着急 再好好找他 不好意思啊 怎么回事啊 怎么办 对不起啊 怎么会 我们还要办手续呢 你不要赌在这里好不好啊 对不起 不要赌在这儿浪费时间 要找出去找 不好意思啊 别让你先忙上登机了 您好 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我的钱包不见了 所有的证件和钱都在里面 请问您是否是中国公民 是 那您能否提供您的身份证号码 可以 您不要着急 我们会对您的公民身份信息 进行核实 如果核实无误的话 我们会协助您 办理入境手续 请跟我来吧 好 谢谢 麻烦您帮忙忙好不好 可您说了多少次了 您既没有登机牌 又没有身份证明 我们啊 是真的不能把行李交给您的 我不会随便拿别人的行李的 我的行李里面 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我求求您了 给我好不好 可这是我们的规定 请您谅解 这样吧 您联系一下您的家人 看看有没有别的有效证件 可以证明您的身份的 对不起 我去忙别的事了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好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也反正好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你要学习这位大哥哥 人长得帅 还乐意助人哟 真鬼 我等下打给你 胡总 没事吧 没事 那咱们过去吧 小姐 您的家人和朋友 什么时候能来呀 我们的工作时间 马上就要结束了 你好 抱歉 我们来晚了 你好 你好 我是王忠实律师 这位是恒盛集团的总裁 胡千宇先生 我们专程来证明 林威林小姐的身份 这是林小姐的身份证明 您看看是否有效 这个是有效的 您跟我来取一下行李吧 好 胡总 我去取一下林小姐的行李 您稍等 来 这边请 哥 你行李里究竟装了什么 重要的东西 非要我亲自来取 林小姐 这是您的行李 您看一下 是否玩好 我 我 不 林小姐 涂水有话对你讲 谢谢 谢谢 为什么要偷偷回来呢 哥 不要叫我哥 我们其实没什么学员关系 一般人都叫我胡子 胡子 胡总 我离开家太久了 从十八岁去美国 已经五年了 我一个人在外面 很孤单 我很想 我很想家 是吗 你就只是想要回家 还是看了新闻报道 想要回来抢你的股份 我告诉你 你如果想打恒胜的主题 你一分钱都得不到 我回来不是为了恒胜 我对股份一点都不在乎 我只想回家看一眼 你误会我了 想回家看一眼 看呢 看完你就回去吧 这里有一张支票和一张机票 支票上 你可以填上你想要的任何价格 另外那张是三个小时之后 只飞扭别的机票 你怎么 你怎么 走了 你留下来得到的更多 你怎么了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五年前你说过 会去机场找我 可为什么你没有来 五年后我回来了 可是为什么要赶我走啊 我回答了问题 你就会走了 没错 我就是不想让你回来 就是不想看到你 这个答案你满意吗 陈叔 马上掉头 我们去机场 送黎小姐回去 好的 这是你的真心花吗 好 好 我知道了 但是不管你怎么说 我都不会离开 师傅停车 来 来 来 师傅停车 刘威霖 刘威霖 胡总 胡总 香港那边的发布会 马上就要开始了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走 抱歉 抱歉 小姐 你的东西掉了 谢谢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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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会的时间都过了 现在的东西到底还在什么 对啊 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啊 怎么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啊 对 让大家久等了 理人就是恒胜吴总裁 特别助理王书维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历龄恒胜首部原创高端概念智能手机 超级扬发布会现场 我们胡总在来的路上有一点小银车 但是大家已经要装食 最好的东西 总是值得最久的等待 下面先请我们恒胜首席技术官 李牧尘先生 来为我们做深度的技术讲解 谢谢 各位来宾 各位媒体朋友们 我是李牧尘 我们从中间想起来 用的 谢谢 这就是历龄首席技术的大师 我们恒盛集团的首席 胡谦宇先生为大家揭晓 超级手机所创造出来的 物与伦比的奇迹 2007年 第一部屏幕手机发布的手机 乔布斯曾经说过 《每一线线线》 一个革命性的产品即将出现 并且改变世界 今天我也要说同样的主题 《每一线线线线线》 恒盛首部智能手机 超级线线即将问世 如你们所见的 这不是那个红 你们都将见证历史性的一刻 参与到一场震撼人心的 数字变化之中 我相信 胡总 胡总来了 胡总来了 由超级线线开始 将会有更多的厂商 投入到数字 与真实的交互体验的研发之中 带给大家全新的生活体验 您好 请问消费者什么时候 能买到超级线线线的手机呢 今晚零点零分 全球同步发售 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去购买 接下来 请大家欣赏我们真机展示 有人加数机了 快抓住他 追 快 燕王 走 你跑啊 你 你很能跑啊 你 你行精力了 打人了 打人了 你们打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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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人了 打人了 把我们告诉你 把我们收拾车 你们张得人做 是欺负人 你看看 打成什么样了 看哪 打成了不起啊 张得公司打人了 你们都欺负人啊 有你们这样的吗 你看看 打成什么样了就知道 就是啊 看看 你要干吗 你们不但不道歉 还继续出手伤人 小心我去到你们 你干什么你 如果现在说 你非理我 你一定会告我冤枉你 没错 我就这么说 你又能怎么样 就像你说他打你一样 小帅哥呀 香港城市建设 很规范 四处都有CCTV 你刚才所做的一切一清二楚 没得乱来 但是如果你要辩护 你可以考虑醒我 忘了跟你说了 我的职业是律师 副业跟你一样 是流氓 对不起了 我们错了 我们是超级的死粉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提前写个测评 我们一定会多替你们说好话的 是是是 来 起来 快 走 快 走 好 好 干得漂亮啊 胡总 您好 王特主以及李沐晨 李总 是您的左膀右臂 业内一直私底下 将你们三位成为 腾胜丁三 说你们是新一代 年轻精英企业代表 请问您接受这个称呼吗 刚刚的事件 我们是否认为是 丁三的一次完美配合呢 我不太喜欢这个球套 如您所见的 我们并不是丁三人 我们是丁凤 丁凤 丁凤 喂 你果然是我最好的闺蜜啊 你回来就来找我 来来来 轻易的 对了 你们学校不是在有两个月才毕业典礼吗 怎么提前回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去山区支教一个月 还好今天回来 要不然 你说你今天怎么办 瑶瑶 你之前不是刚去甘肃 帮忙建设养老院吗 怎么又去山区支教了 你都知道 我本来就喜欢做慈善 再说了 我又是恒生的公关经理 打造公司形象 也算是工作的一部分吧 别说我了 你还没有回答我 你怎么不打声招呼 就提前回来了 难道 难道是因为股权 你知道 我对股权的事情根本不在乎 好 心仪和我爸从小一块长大 情同兄妹 两个人一起创办了恒胜 我爸去世后 恒胜也一直是心仪在打理 心仪管理公司 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啊 我只是 离开家太久了 所以毕业了 就早点回来呗 那你打算好了吗 以后留在国内 那你有没有跟心仪说啊 还没有呢 那她会不会有意见啊 没事啊 我回来 就是给她一个惊喜啊 说得也是 心仪从小把你抚养到大 你们两个轻荣母女 妈妈和女儿 那有什么隔夜仇啊 快到了 快点 来 瑶瑶 怎么了 我刚刚不是说 要给她们一个惊喜吗 我自己进去就好了 你在这边等着我吧 好吧 那我等你啊 去吧 gum 擅心 我 在这边 去忙吧 喂 你好 梅姨 我是维林 怎么是你啊 你什么事啊 我想找一下心仪 心仪她在不在家 胡董不在家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没什么事 别往家里打电话 胡董 你说那个林维林 又往家里打电话 自从五年前 送她走以后 跟她说过多少次了 没事不要 往家里打电话 你说这个人 真是脸皮厚死了 真是气人 是 你 胡董 喝茶 胡董 你怎么了 我好像看到林维玲了 林维玲 在哪里啊 她不是在美国吗 不可能的 我去看看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 我回来 只是想要一个家 这么快就回来了 原来欣怡不在家 我怕家里的佣人 先看到我 不就没有惊喜了吗 可是 喂 爸 我知道 我知道你想我 那我马上回去 回去吧 回去好好陪你 好 一会儿见 是姚伯伯吧 他肯定很想你 赶快回去吧 那你怎么办 要不这样吧 你跟我一起回家 我好好陪你 你不用陪我了 你帮我开个酒店就行了 刚好我晚上还有 要见的朋友呢 有情况 刚回来就有朋友要见 死的还是熊的 乱说什么呢 好吧 算了 今天就放过你 好了 赶快上车 回去找姚爸爸吧 董事长 林威玲 是今年早上入境的 胡董 外面我都看了 没有人啊 您指定是看错了 林威玲 回来 真是好久不见啊 坐 你不是在英国吗 怎么跑这儿来的 还不是因为你爸 张霍年 张伯伯 他知道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打赶金牌 他叫我替陈氏 打一桩保险官司 我们已经打赢了 怎么样 我为你们父子 付出这么多 你要怎么报答我呀 他姓张 我姓胡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不管你姓什么 你们是亲生父子 血弄于水的 干吗这么绝情啊 我觉得他找我来 一方面是为了工作 另外一方面 是想从我身上 了解一些你的情况 这应该就是关心吧 喂 好 我知道了 我马上回来 我有及时要先回深圳 你处理好香港的事情之后 来深圳走 职位随你去 喂 我不要这些 能换个美女吗 别在这儿 是可不可以干嘛 新闻 你会不会让她 讨论 有点 好 行 全 五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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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都已经里里外外 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 连个女人的头发丝都没有 那个枕头都闻过了 连点女人味都没有 你放心 林维玲保证没有藏到这里 你以为 所有人都跟你想了一样啊 会把人藏在家里 胡董 你说那个林维玲 一声不吭地就从美国回来了 她是不是打着什么坏主意啊 你说五年前 她跟芊宇谈恋爱 这次回来两个人一见面 会不会旧情复燃啊 旧情复不复燃 那得看我接下来怎么做 就算他们旧情复燃了 先见你哼一声 我也给他们浇灭了 芊宇回来了 妈 梅姨 今天辛苦了爸 梅姨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 都是你爱吃的 谢谢梅姨 妈 葵总 林维玲回来了 嗯 你知道 不过我已经叫她走了 你早就知道她又回来 不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她在机场打电话给我 让我帮她证明身份 你们两个最好不要走得太近了 你们两个最好不要走得太近了 五年前你对我的承诺 应该还记得吧 当然还记得 妈 不过她这次回来 我想你需要担心的人不是我 而是公司那些不老实的人 这话怎么说 妈 邱志兴这群公司的反对派 一直找机会 想跟我们母子作对 现在林维玲回来了 我相信她们会利用林维玲的身份 来搞出一些事端 公司的三十周年庆典在即 这段时间 真的不能发生任何事情了 妈 您放心 我坐在首席总裁这个位子 我会不会轻易让人去耽误 你心里有数我就放心了 今天新闻发布会 应该很累了 那我们先回去了 你好好休息 睡吧 小姐 不是我们不让您住 主要是您没证件 您的房间都是拿别人的身份证登记的 这是违法的 我们呢是承担不起这个后果的 不好意思 我坐飞机刚回来 我在飞机上把身份证和钱包都丢了 你放心明天我就去补办 但今天我实在没有地方去了 拜托你就让我住一晚上好不好 小姐您怎么说也没用 您就别为难我们了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不在服务区 你没有身份证到哪儿都是不行的 老板我求求你了 就注意晚上好不好 拜托了 好了好了 别打扰我做生意啊 走吧走吧 你怎么着急 你怎么着急 不得还是乱走 一路都乱走 我们就这些小孩 我把这在乡上 你这中处想着 你那边 我可以接到你 喂 喂 老板 林玉玲在一家小酒店 又被人家赶走了 现在走到五路 事事后轮到你登场吧 好 我知道了 你干嘛 你放开我 带我去哪儿啊 郭芊瑜 你拉我来这儿干嘛 你放开我 你不是要到家里看看吗 我就带你来看看 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整个深圳的夜晚 它的安详 它的年纪 它的美丽 但是这份温柔之下 藏着什么 你还记得你刚流浪街头的母样吗 你有可能会一直流浪街头 你留下来 要面对的问题 只会比今天更加复杂 恒生也是 就算你是创神的女儿 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新的遗嘱已经出来了 在这里 你什么都没有 恒生永远都不会是你的 这片土地 更不会是你的根 你走吧 回美国去 你以后想念书就念书 不想念书就去玩 做些自己有兴趣的事情 永远都不要回头之类 离开这儿 离开后生 离开后生 我说过 我不是为了后生 我不想要过去 我回来只是想要这个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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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说过了 我要的就是你的离开人 要我提起你 都是美好 有个愿望 我在的地方 都会有你 你知道吗 我只记得那句 不要担心 还有我 所以愿意 不去寻觅 另一个代替 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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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谅你的不解 原谅像从前 未改变 是我 林终坚决 原谅 原谅不是 妥协 原谅是未经验 我们拥有彼此的世界 我们拥有彼此的世界 我只想原谅 原谅 原谅你的不解 多想像从前 未改变 是我最要的情节 原谅 原谅不是错线 一幕 原谅 你还没死心吗 我昨天不是说得很清楚 我在美国的时候 吃了很多的苦 有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 lebendo不下去了 可是支撑我走下去的不是 كل什么 而是我知道 我在深圳还有一个家 在那里 有让我觉得 像妈妈一样的心意 还有 还有你 只要一想到这些 我就觉得不管吃多少的苦 遇到多大的困难 我都可以咬牙坚持下去 家 是我拼尽全力也要守护的东西 你可以说你不爱我 但是你不能否认我对你的爱 你说我在这里没有根本 那我就在这里落地生根 是 大家冷静一点 心平气壳好不好啊 林总的遗嘱已经经过了法律鉴定 不可能是假的 胡董事长有权继承 林总在恒盛的股份 胡欣现在已经是恒盛实际上 最大的持股人了 请问大家还有什么意义吗 对啊 我们得相信法律啊 这样 这个遗嘱的真假 咱们就不说了 就当它是真的 再怎么说 林维玲 她也是林董事长的独生女儿 这个恒盛呢 是林总她一手创建的 现在林维玲她已经回来了 咱们总不能把她再 免回去吧 总得在恒盛给她安排个职位 以免人家说我们恒盛 人走茶凉 也连带着把我们说成是 无情无义的人了 邱总说得对啊 不能这么办 要我说啊 怎么着这么大个企业 还容纳不下一个小姑娘 就看看我们给她安排一个 什么样的职位了 胡总 您觉得呢 既然大家都有了意见 我相信 各位自己心中 都有了一定的考量 但是我认为呢 咱们应该尊重 当事人的意见吧 免得到头来 一厢情愿 好心办坏事 你说是吗 也不无道理啊 有道理 是 有道理啊 是 是 对吧 今天的董事会 实在是很热闹啊 邱志欣他们的提议 你有什么看法吗 村子里的一只狗叫了 所有狗都会跟着叫 我们越是阻拦 他们反而越得意 还以为我们是怕了他们 一只狗叫了 我们不如就坐在一旁 看看他们能玩出 什么样的把戏 跳累了 又吃不到肉了 自然就会闭嘴了 那林维玲那边怎么样了 他们不是一直希望 林维玲进入恒胜吗 那不如我们索性大度一点 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来参加面试 一来是可以堵住 反对派的罪 二来可以让林维玲 致难而退 如果连面试都过不了 他自然就会知道了 要留下来 没有那么容易 人走了心不想走 无论你把他赶到多远 他都会跑回来的 但要是心想走 就算你把他关起来 他都会想办法逃跑的 你做得很好 你想不到我提起你 都是美好 有个愿望 我在的地方 都会有你 你知道吗 我只记得那句 不要担心 还有我 所以愿意 不去寻觅 另一个代替 原谅 原谅你的不解 原谅像从前 为改变 为改变 是我临终坚决 原谅 原谅 原谅不是错线 原谅是为纪念 我们拥有彼此的世界 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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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豪 也许我自想 原谅 原谅 原谅所有不解 沉默也不是陌生 我只想原谅 原谅你的误解 多想象从前 未改变 是我要的情节 原谅 原谅不是作弦 爱的一种呈现 是掌握灰花过的昨天 原谅